另外台中县政府先前进行的 东海运动公园 社区共荣空间营造计划 篮球场也进行了整修 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开放使用 但是有民众发现 篮筐怎么怪怪的 仔细一看才发现 篮筐没有和 篮板红色的筐线底部切齐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 社会处后方的介绍球场 民众不禁质疑施工的品质 而县府的教育处则是回忆 已经要求包商迅速的改善 并且准备第二次验收 先前东海运动公园篮球场 及社会处后方 接受球场的篮球框 被民众发现长得怪怪的 原来是球框和篮板红色框线 底部没有切齐 让民众感到施工品质有待加强 县府教育处表示 先前就发现问题 并请厂商改善 现在已完成改善工作 准备再次验收 所有的工程案件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验收程序 那在验收程序还没有通过之前 其实我们只要发现瑕疵 都会请厂商做改善 那东海运动公园这个案子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在出验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篮球框 跟背板的部分 高低有落差 那这个我们在出验就发现了 那我们也当下就立刻 请厂商要完成这项缺失的改善 那改善完之后我们还会有复验 当先即使我们已经有请 那个东中的黄宝东主任 他是个篮球专场 帮我们来协请验收 所以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缺失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出验过程当中 发现的缺失 我们也请厂商要立刻改善 那要完成复验之后 我们工程才会正式完成验收 我们一定会给我们的篮球伙伴们 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运动空间环境 请大家放心 而在球场打球的民众则表示 看到县府有看见问题并改善是件好事 但仍希望在施工时就能一次到位是最好的 就他那个框之前 他架错架太低 之后有改善了 可是他后面有一个铁条是松掉了 他没有一起改善 所以每次投篮的时候 敲到他都会一直发出那个碰撞的声响 其实打球是没有关系 不过那个声响其实蛮 听起来蛮不舒服 他希望可以就是一起改善这样 所以就像刚刚后面那个声音嘛 对对对对 就像这个声音 所以会觉得说 有时候打球的时候 会不会很怕他突然就散掉这样 对啊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的话 其实也蛮麻烦的 虽然现在球框问题已改善 但部分地方仍有进步的空间 像是球框后方铁条断裂 风雨球场遮蔽不足等 都希望能在启用之前 全部弄好到位 给民众一个安全舒适的运动空间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